距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次会晤只剩下两个星期的时间 13号正在朝鲜访问的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与朝鲜外务相李永浩举行了会谈 据韩媒分析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可能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前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13号报道 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率领的越南外交部代表团于12号抵达平壤 朝鲜外务省人员在平壤国际机场迎接 劳动新闻还刊登了上述人员的合影 韩联社指出范平明的五名随行人员中包括越南礼宾局局长 外交部发言人以及东北亚事务负责人等 13号范平明与朝鲜外务相李永浩举行了会谈 但会谈内容尚未对外公布 根据越南外交部此前发布的消息 范平明一行定在14号离开朝鲜 分析人士指出范平明此行显示各方正在各自轨道上 为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紧张筹备 东道主越南希望借此提升国际形象 各方则期待朝美领导人此次会晤 拿出更多看得见的成果 另据韩媒分析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有可能在与特朗普会晤之前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多家韩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金正恩正计划在本月25号左右 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他将同越南党政高级官员举行会晤 对越南党政高级 jej attach打造成율